好,那我们进入到疯狂世界第一题 奶奶想在一个圆形花圃的外围 用木棍设置围离 奶奶走一圈要走60步 原本6步就要设置一根木棍 后来因为木棍还有剩下 所以呢改成每4步就设置木棍 则有几根不用拔起 我们先用直线来理解 本来是每6公尺 本来是每6公尺设置一根木棍 本来是每6公尺设置一根木棍 后来呢改成4公尺就设置一根木棍 改成4公尺4公尺4公尺 4公尺就设置一根木棍 本来是6公尺设置一根木棍 本来是每6公尺的倍数要设置一根木棍 本来是每6公尺的倍数要设置一根木棍 4公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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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所以呢 有几根不用被拔起 只要凡是四的倍数和六的倍数 就不用拔起 只要同时又是四的倍数 又是六的倍数 就不用被拔起 所以呢 我们先去找四和六的公倍数 四一得四四二得八 四三十二四四十六 六一得六六二十二六三十八 然后呢 先找到最小公倍数 其他的公倍数呢 就是最小公倍数的倍数 十二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然后五倍 五倍 好 那么这些都不用移动 所以有 一二三四五根 奶奶走一圈要六十步 走到六十步就是走回到原点 走回到原点 所以呢 就有 一二三四五 有五根 不用移动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题 有一条长三百六十公尺的走廊 三百六十公尺的走廊 原本呢 十五公尺设一个照明灯 头尾都没有设置 头尾都没有 后来呢 每隔六公尺放一个花瓶 但是呢 花瓶跟灯会重叠 所以呢 已经设照明灯的位置就不再放花瓶 那么如果一样头尾不放花瓶 这样要放几个花瓶 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 这个花瓶 要放几个 如果不要去管灯 不要去管灯 那么要放几个花瓶 我们每隔六公尺 每隔六公尺 我们就放一个花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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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尾都不放 头尾都不放 每隔六公尺设一个花瓶 然后这个走廊有三百六十公尺 本来是这样 我们先算算看 需要放几个花瓶 三百六十 我们来除以六 总共有六十 这个六十是间隔 有六十个间隔 那其实你伸出你的五只手指头 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 我们这两只指头不算 会有四个间隔 三个花瓶 间隔是四 花瓶是三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花瓶会比间隔少一个 所以呢 本来的花瓶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有五十九个花瓶 应该是有五十九个花瓶 但是呢 当我的花瓶遇到了这个灯 这个时候花瓶就不能放 花瓶就不能放 所以我们有刚刚第一题的基础 我们知道啊 只要是公倍数 就会相遇 公倍数就不设花瓶 所以我要去找公倍数啊 我要去找公倍数 那 六和十五的公倍数 六一得六 六二十二 六三十八 六四二十四 六五三十 六六三十六 十五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我们找到了最小公倍数了 我们最小公倍数了 也就是说 每隔三十公尺 就会相遇 这个时候就不能设置花瓶 所以有三十 六十 九十 一百二 到三百六 算不好 我们用除的 三百六十 除以三十 一样的 这里有十二个间隔 一样头尾都不设置 所以呢 有 十一个花瓶要拿掉 我们本来设置了五十九个花瓶 因为 有十一个要设灯 不能让你设花瓶 所以这个五十九要减掉十一 也就是四十八 所以会有四十八个花瓶 赵瓶 别忘了 是 但是 我不是 里面的 我不是 对 我们看到第三题 在编号1到55号的号码牌中 拿掉5的倍数的号码牌 再从剩下的号码牌中 拿掉是2的倍数的号码牌 最后从剩下的号码牌中 拿掉3的倍数的号码牌 那么剩下的号码牌中 最大3张牌是多少 这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因为他要问的是最大的 所以其实我们只要列出最后的15个 最后1到55 那就是我们从40开始列好了 列个15个 我们就列最后的15个 那当然前面还有我们点点点 好 那么他说 拿掉5的倍数 拿掉5的倍数 45 45 50 55 拿掉5的倍数 再拿掉2的倍数 40 42 44 46 48 50 然后 52 54 然后 然后 然后再拿掉3的倍数 再拿掉3的倍数 这个是 39 42 45 48 51 然后 54 那剩下的呢 剩下 剩下的最大的三个 就是53 49跟47 就这三个 所以呢 他要问你最大的这三个就是 47 加49 还有53 这三个加起来是多少 这样96再加53 所以是149 答案就是149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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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3 5 5 5 6 6 6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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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12号呢 每18天 每18天就要当值日生一次 那么女生有几个人呢 19号到30号 这个要特别注意哦 我们举个例子 19 20 21 19号到21号是三个人 没错吧 可是当你把21-19的时候 你会发现 怎么只有2 原因呢 21-19是间隔数 那么呢 19号到21号 有几个人呢 要怎么算 就是21-19 还要再加1 才会是三个人 这个叫做微减头加1 微减头加1 微减头是间隔数 好 微减头是间隔数 那么你要算有几个人 还要再加1 因此呢 我们要来算一下 19号到30号 总共有几个人呢 一样的 一样的 微减头加1 好 所以呢 女生有12个人 男生1到18号 当然就是18人 男生18个人 每18个工作天 就会轮到他 所以呢 18天 过了18天 这个12号 又要再当指示生 再过18天 他又要当指示生 再过18天 他又要当指示生 好 再过18天 他又要当指示生 那么女生有12个人啊 每12的倍数 这个女生就要当一次指示生 好 每12天 这个女生 就要当一次指示生 也就是说啊 在36个工作天之后 他们又会一起当指示生 那为什么我们说是工作天呢 因为6日不上班 6日不上课 一周只有上5天的课 所以这36天呢 我们把它除以5 所以呢 经过了7周 经过了7周又多一天 经过了7周又多一天 本来是星期二 那么隔一天 就是星期三 隔了一天 就是星期三 所以呢 他们下次一起担任指示生 是星期三 下次一起担任指示生 是星期三 生孕者 二 二 五 一 感谢观看